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中国游泳队在面对禁药指控时强烈反击 并引发了奥运史上最伟大运动员之一 迈克尔·菲尔普斯的呼吁 他主张对任何使用禁药的运动员实行 一次就终身竞赛的政策 这一争议在周二的奥运会上掀起了激烈讨论 尤其是针对中国游泳运动员的表现 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为本国运动员辩护 尤其是针对秦海洋和潘展乐的表现 尽管有些国际运动员和专家对此表示质疑 但中国方面强调他们的成功是靠实力获得的 菲尔普斯则坚持认为 应对那些被测试出阳性的运动员 实行更严厉的制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文摘字Tel E-Graph详细报道了 近日在巴黎奥运会上围绕中国游泳运动员禁药指控 所引发的激烈争论 引发争议的主要是美国奥运传奇人物的 麦克尔·菲尔普斯的呼吁 及对任何被查出使用禁药的运动员的实施 一次集终身禁赛的政策 这一呼吁在奥运会期间激起了广泛讨论 尤其是对中国游泳运动员的表现产生了质疑 在巴黎奥运会上 中国男子4乘以100米混合永结力队 取得了历史性胜利 击败了美国队 终结了美国在该项目上长达64年的不败纪录 然而这一胜利却带来了争议 比赛结束后 英国游泳运动员亚当·皮蒂公开表达了对比赛结果的怀疑 认为如果运动员不是以公平的方式获胜 那么胜利就毫无意义 他进一步指出 曾有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 在东京奥运会前测试出阳性 尽管世界反兴奋级机构 WADA接受了中国方面关于阳性结果 是由受污染食物引起的解释 但这一事件依然引发了广泛质疑 特别是在巴黎奥运会上 这23名运动员中的9人获得了奖牌 他们的表现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怀疑 前澳大利亚奥运游泳运动员布雷特·霍克 尤其对中国少年潘展乐表示怀疑 潘展乐在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 以19岁的年龄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 尽管他并不是那些测试出阳性的运动员之一 霍克在Instagram上发表言论称 无法相信有人能以如此明显的优势 击败其他参赛选手 并强调这并非种族问题 而是基于他对比赛的观察 然而霍克的言论受到了另一位澳大利亚人丹尼斯科特雷尔的批评 科特雷尔在过去18个月里一直在训练潘展乐 并表示霍克的专业领域是50米游泳 而潘展乐的比赛则是100米 他还指出潘展乐的表现将受到生物化学家和研究人员的详细分析 而这些专业人士将发现潘展乐的独特之处 科特雷尔进一步指出 中国的游泳运动员一直受到比其他国家更严格的审查 他们经历的检查和审查是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无法想象的 然而 麦克尔·菲尔普斯依然坚持认为 对使用禁要者应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并指出那些测试出阳性的中国游泳运动员 不应被允许参加东京或巴黎奥运会 他认为只要测试出阳性就不应再被允许参赛 因为这会破坏运动的公平性和平等性 他还透露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他对一些对手的清白一直持怀疑态度 并认为这些不公平的竞争 对那些辛苦训练 准备奥运会的运动员是不公正的 中国游泳运动员秦海洋 在周一发表了挑衅性言论 称对他们表现的质疑是一个笑话 并表示压力只会让他们更强大 这一言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 引发了广泛讨论 特别是在微博上 标签 中国赢得4×100米混合勇接力金牌在 该平台上被观看了7.6一次 许多中国网民在评论中 表达了对运动员的支持 强调的中国的金牌是凭实力赢得的 与此同时 亚当 皮弟和他女友的Instagram账户 也被大量愤怒的评论淹没 许多评论质疑他为何只针对中国 而不质疑其他同样取得胜利的国家 认为他的态度存在偏见 总的来说 这场争议不仅反映了国际体育界 对禁药问题的敏感性和严格性 也显示了在全球竞技场上 运动员 教练员 以及相关机构 在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方面 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尽管中国游泳运动员 因禁药问题受到广泛质疑 但许多人依然坚信 运动员们的成功 是通过刻苦训练 和不断努力取得的 未来 如何在保持竞技体育的透明度 和公平性方面取得平衡 将继续是国际体育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迈克尔·菲尔普斯 近日提出了一项 针对使用禁药运动员的严厉建议 主张对任何被抓到 使用禁药的运动员实行 一次就终身禁赛的 政策 这一提议 在奥运会上 引发了对中国游泳运动员的激烈讨论 中国男子四乘以100米混合勇接力队 近期击败美国队 终结了美国在该项目上 长达64年的不败记录 比赛结束后 英国队的亚当·皮蒂对此表示不满 强调如果比赛不是公平的 那么胜利就毫无意义 这场争议的焦点之一是 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 在东京奥运会前测试出阳性反应 这些结果直到今年才被公开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接受了中国方面的解释 称阳性测试是由于受污染的食物引起的 然而 在巴黎奥运会上 这23名运动员中的9人 获得了奖牌 引发了更多的质疑和争论 前澳大利亚奥运游泳运动员 布雷特·霍克 特别对中国少年潘展乐表示怀疑 潘展乐在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 以19岁的年龄打破世界纪录 夺得金牌 霍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不可能有人能以一个身位的优势 击败场地上的选手 暗示潘展乐可能使用了禁要 然而 另一位澳大利亚教练 丹尼斯·科特雷尔 则对此表示反驳 强调潘展乐的表现 是经过科学训练和努力才取得的 并不是禁要的结果 他还指出 中国运动员受到的审查 比其他国家更加严格 他们为了保持清白 经历了很多困难 菲尔普斯认为 对使用禁要者 应该实行更严厉的制裁 他表示 如果运动员测试出阳性 就不应该被允许参加比赛 这样才能保证运动的公平性 菲尔普斯还透露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他对一些对手有过怀疑 认为他们在使用禁要 秦海洋在比赛后 发表挑衅性言论 称任何质疑都是一个笑话 这引发了中国粉丝的大量支持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中国的金牌 是靠实力获得的 并非依赖禁要 这场争论显示出 全球体育界 对禁要问题的高度关注 和不同看法 如何在保持运动员权益的同时 确保比赛的公平性 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挑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让我们来面对现实 菲尔普斯的呼吁 对于禁要问题确实有其道理 禁要不仅破坏了比赛的公平性 还对运动员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 如果我们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这一问题只会越加严重 菲尔普斯本人在职业生涯中 赢得了23枚奥运金牌 他的声音在体育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他的观点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天书大哥 你这话说的可真是干脆 你说的对 禁要问题确实严重 但你有没有想过 菲尔普斯的这种 一次就终身竞赛的政策 是不是太过激了 要知道 世界反兴奋纪机构 都已经接受了中国方面的解释 这些阳性测试结果 是由于受污染的食物引起的 难道因为一次意外 就要毁掉一个运动员的整个职业生涯 这未免有点不尽人情吧 琪琪 你这样说可是有点太乐观了 如果每次都用意外来解释 那么禁要问题永远不会得到解决 想想看 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固然重要 但比赛的公平性和运动的健康发展更加重要 正如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精神 更快 更高 更强 这些都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 没有了公平 何谈奥林匹克精神 天叔 你这话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 公平竞争是没错 可是你不能说只针对中国运动员吧 你看 英国队的皮弟在指责中国运动员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他们自己队伍里有没有用禁要的人 这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里说的 当我们指责别人时 三根手指指向自己 动不动就质疑别人的成就 这也太双标了吧 琪琪 我承认 针对中国运动员的质疑可能有些过火 但这并不改变禁要问题的严重性 菲尔普斯提出的政策虽然严苛 但有助于震慑那些想要作弊的人 数据显示 从1999年设立反兴奋剂机构以来 禁要阳性率依然在增长 这说明现有的政策不足以遏制这一问题 改革不易 但总比眼睁睁看着运动精神被破坏要好 天叔 你这话听着像要打击所有运动员的士气啊 我们应该给那些因为意外情况被误判的运动员 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古代中国有句话叫 浪子回头经不换 我们不能因为一两次的错误就一棒子打死 还有 菲尔普斯自己也说过对一些对手有怀疑 但他从来没有公开指明道性 这是一种尊重 这种尊重也应该给予所有运动员 而不是一刀切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